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藤月红素 藤月红素出自云南宝山藤冲的深山蓝骨 过2019年中国兰花博兰会迎奖 它这个是春蓝里面为数不多的全红素之一 颜色是非常鲜艳的一个色者 外半颜色属于粉红色 偶尔会开成深红色 那开成深红色的状态下 就是跟它的当地温度气候有关系了 半子属于竹叶 非间半属于大花形 整体一个花开的直径可以达到8-9厘米 外半除了红色之外 半上还布满紫黑色的一个金纹 这些金纹的排列整集犹如网状一般 非常的漂亮 半子那一侧也是红色的 三个主半中间各有一条黑色的线条 延伸到半间 所以说它这个品种在春蓝的红素里面 还是别具一格而且非常有特色的 这也是此品种区别于其他品种的一个显著标志 它的舌头布满红黑色红绒 从舌根到舌间没有一丝的闸色 舌头是属于刘海舌 它这个品种对于春花条件不是特别的高 那如果说你们有兴趣的来 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刘三红它这个品种 问世的时间也是比较久的一个时间的 新苗有红意 成年以后退去 然后新苗出来以后还是红 新火相传红又红 所以说它这个品种对于春蓝的红素里面 花一双选 一年四季赏牙不断 那也是一个非常普適的一个选择了 花开红色艳口素 花感红 花红 舌红 那色彩艳丽 鲜艳朵目 外半是属于柳叶半的一支间 开瓶好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么它这个品种相对而言 对于春花要求会比较高一些的 如果春花得好 那么它的颜色上色度 就是会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但是不可否认 它这个对于练手而言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价格比较低 而且花一双选 又是一个红素 春蓝包工品应该算是 春蓝红素里面 又可以化为紫红素的一个品种 那它这个也算是红素里面 价格比较清明的 而且第一它好重 第二它不需要春花条件 开瓶稳定 产于贵州 叶枝半垂 形态优美 叶芽和花苞 金橙 纸黑色的 花情高 出价 一般着花两到三朵 外三半是属于比较深绿色的 它这个不是说外半是红色的 它是属于绿色的 舌头是属于全透版的那一种红 那外三半中间为黑色线条 两棚也为绿底 黑皿 舌为黑纸红色的一个全素 其省其翼其色显出端正 刚指圣洁树芽 威延不失为春蓝黑树中的一个佼佼者 你们看一下手上这一颗还是有带花的 这个是有一个花苞的 琴花也琴芽 这个品种 并且是可以出价的 那么对于没有春花条件 但是又喜欢春蓝的品种的来门 它这个品种不失为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的 玫瑰红树应该在2014年由四川来有银种于湖北 那具体的资料是比较不详细的一个资料 那壮苗是壮苗叶4到5片长30到40厘米 最宽叶1厘米左右的一个叶子 叶片是属于直立性比较好的 而且金麦明显 植树漂亮 叶珠形优美 叶甲暗红 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叶甲 叶甲是属于深色的一个叶甲 捧瓣颜色与蛇苔一致 浑然一体 外半艳丽 有一种重心捧月的一个气势 花香宜人 在春蓝红树里面制成一体 非常的珍贵 且变湿度是非常高的 无花也是亦辨润的一个红树品种 那如果说你们有兴趣的蓝友们 可以去进一步的了解一下 叶甲树它这个品种 之前在视频上也有跟蓝友们介绍过了 它这个是由春蓝和豆瓣自然串种而得来的 所以说继承了春蓝的香气豆瓣的一个色泽 也算得上是大自然馈赠于我们的天然宝物 是一个人工杂交所不能比的一个春蓝原生种 那它这个也算是一个红草红树 新芽发出来是属于这种紫红色的 成苗叶甲中间就是嫩苗哈 嫩苗也是还看得到 它叶子上是有带紫红色的一个脉络在 成苗之后就比较的少 若隐若现 有一些看得到 有一些看不到 那它这个品种是属于一个比较高叶子的一个品种 因为是属于春蓝和豆瓣串种而得来的 叶长大概有在40厘米左右的一个叶长 你们可以看一下 而且它这个叶子会比较偏黄色一些 不是说像我们其他的春蓝品种 叶色比较的深绿色 它会偏黄色带黄一些些 叶子软嫩 那它这个花色是属于一个非常红艳的一个花色 芹花又芹芽 在我们本地也是可以开花的对春蓝要求比较低 那如果说有喜欢它这个品种来 我们可以去考虑一下 手上这一棵是九红树 九红树它这个名气也是比较大的 问世时间比较久 属于贵州新一县的原生种 2007年王孝宜登陆 全花为深玫瑰红色 花瓣上纹路清晰 腹瓣平 九开微弱 捧瓣荷豹 是春蓝核形红树里面的一个精品 它这个品种也算得上是一个红草红树的吧 新苗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紫红色的 那成苗之后是颜色褪去的 那么在成苗的过程中 幼苗的一个叶片上会有带非常明显的一个紫红色的一个脉络 那从开屏上可以看得到 它这个花是属于一个肉质核形 纯瓣全红树 脉络明显 全花的一个色泽 橙森红色的一个玫瑰色 颜色耀眼 对比度强 那么它的这个珠形叶材是属于这样子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原色 平间 中宫饱满 花手好 对于春蓝的红树 那么对于春蓝的红树品种 九红树目前的一个价格也算是比较中肯 亲民的一个价格了 而且问世时间就名气大 那今天的视频就跟蓝们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